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y 我们上期课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 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的性里面的论传数 还有我们的字典相关方法的变化 那么我们这节课会继续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这个Python3新的性里面的后续内容 我们今天主要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字符串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新设定的我们的字典类型 那么这节课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做阐述 现在就请大家来跟我进入今天这节课正式的学习 我们今天这节课还是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语法部分 也就是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字符串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Bites 也就是我们这个类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今天会给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也比较少 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然后来和我进入今天正式的学习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这个字符串在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 它为了统一化为了规范化 然后它让我们只具有我们单一的字符串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字符串类型 它就是我们的style这个类型 它的功能呢其实呢就类似于我们这个版本2当中的unicode这种类型 那么我们的这个3当中呢相当于所有的字符串呢 它都会是我们这个unicode的这种字符串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 它的编码方式上做改变了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默认的编码方式呢 已经不是askmark的形式了 我们已经变成这种unicode的就是这种形式了 那么呢这样做呢它实际上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一个是为了我们的比较统一比较规范 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这个单一的字符串类型 另外的呢这种改变呢也使得我们这个Python3呢 对某些特殊字符 比如说对非拉丁文的文本 或者是对我们非askmark的标识符 这个就也是允许的 也就是说呢它扩大了我们这个Python3字符串的一种适应范围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扩展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之下给大家看到的代码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就是这个字符 这个字符呢实际上它呢就算是一个特殊字符 那么我们在这个Python2当中呢它呢是支持不了的 但是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它呢就是 是可以呢把这个字符给我们打印出来的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呢在实力当中做演示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呢已经把代码都给大家写好了 我们呢把其他的我们的语句呢都先阻止掉 我们这节课之后呢 这节课的后半部分呢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些代码 然后呢我们先呢看我们的头两句代码 这个头两句代码呢是我们首先呢 要给大家做演示的 OK那么呢我们这个代码呢 我们首先呢我们现在Python2.7当中 我们去执行一下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2.7当中 它运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file这个名字叫06-1 OK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呢它呢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非ask码的一个字符 那么这个字符呢 它呢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打印出来的 所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Python2.7当中 它默认的这种ask码的 就是这种变版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没有办法更好的是用我们迷糊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才统一的都改成我们style的类型 这个style类型实际上就是我们使它用编板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种unicode的就是这种编板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打印我们特殊字符了 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它呢就可以得出一样的运行结果 也就是说呢 它呢可以去识别我们的特殊字符 并且把它的内容呢 给我们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代码呢 实际上呢就达到了我们今天想要的效果 那么之后呢 我们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格当中呢 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请大家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Python2和Python3呢 它呢我们刚才讲过 然后呢我们这个函数呢 它实际上呢就是 是可以把我们这个 字符串 然后它呢会进行转换的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 非askmark这种字符 对吧 那么我们用这个函数 相当于把我们一个 非askmark字符 我们呢在Python2当中呢 它只能给我们转化成askmark 但是呢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呢用同样的这么一个函数 它给我们转化的呢 它就不再是askmark了 而是我们的这个unicode的 字符串 所以说呢 在我们在Python2当中 执行这样的函数 或我们在Python3当中 执行这样的函数 实际上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Python3当中的结果呢 会更优化一些 我们这里呢 还是先给大家呢 看我们的执行结果 让大家呢 从执行结果当中呢 来熟悉 我们的这个 出来的结果呢 会是什么样子 OK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行 很简单的代码 实际上这行代码呢 实际上呢 就是给我们这个特殊字符 做转换 它呢会转换成我们默认的 编码方式 对吧 那我们在Python2当中呢 它的编码方式呢 是ask码 那么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呢 这个代码 执行结果是什么 OK 它同样呢 会告诉我们一个错误 它告诉我们呢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非ask码的字符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 进行转换 转换不成ask码 那么呢 我们同样代码呢 我们现在呢 会在我们的 Python3当中去运行 OK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已经给我们打印出来 这个字符串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默认编码方式改变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这个字符串的类型 统一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3 对字符串处理能力的 就是一个扩展 实际上呢 它呢是 对我们这些特殊字符处理上呢 会改进的非常多 OK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字符串部分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呢 给大家介绍完 刚才呢 我们非常清晰 非常简单的字符串的 支持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编码方式呢 已经默认的做改变了 并且呢 它有统一的四大类型 而且呢 它呢 就是可以支持更多的 特殊字符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这个byte类型 byte类型呢 实际上是我们 在Python3当中 我们新增的这么一种类型 它实际上呢 就是对应于我们版本2当中的 8位串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呢 给它分离出来 我们新增的 我们就把它叫byte 也就是说 我们它呢 新增了这种类型的变量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byte类型的变量呢 然后它会 怎么去定义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要加一个 杠币 对吧 我们加一个杠币 再加上我们四伏串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把它转化成 我们这个byte类型的变量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给大家实际的去 python3当中演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OK 那么我们还是很简单的 这两句代码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前面加个杠币呢 也就是会代表了 它把我们这个字符串 这个star类型 会转化成我们的byte 这种新增的类型 也就是说它呢 就会变成一个byte类型的变量 那么我们同样呢 还是在python3当中 拥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结果 OK 那么我们呢 把它转化成byte类型之后呢 我们呢 会打印一下它的类型 也就是用我们的type函数 打印一下我们这个 变量b的这么一个类型 那么呢 结果呢 是和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它呢 就是一个字节类型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byte类型 类型的变量 那么呢 我们新增byte类型的语法 我们知道了 那么我们对这个byte类型呢 它呢 也有了解了 那么我们先面去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刚才讲的 字符串类型 和我们这个byte类型 然后它怎么互相转化呢 然后它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star的对象呢 和byte的对象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这个python内置的函数 我们可以对这两种类型 进行相互转化 那么呢 我们用这种ecode 实际上呢 就会把我们的 字符串类型转化成 我们的byte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的decode 也就是说我们的e码 这个函数呢 就会把我们的byte类型 然后转化成我们的 字符串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的star类型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是给大家实例 让大家呢 从实例当中来体会一下 我们这个呢 是怎么进行转化 OK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现在呢 给大家实际上是写个四行代码 对吧 那么我们这四行代码呢 实际上呢 我们呢 只有两个函数 一个呢是decode 一个呢是incode 那么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b 也就是刚才我们 上面产生的这个b 实际上呢 它呢是一个byte类型 也就是字节类型的这么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字节类型 先转化成字符串类型 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是用decode的函数 去转化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转化成字符串之后呢 我把它print一下 然后之后呢 我的这个s 然后呢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字符串变量 那我们想转化成byte变量 怎么办呢 那么我刚才也讲过了 我们实际上呢 是用incode的函数 进行转化 那我们转化完了呢 我们这个be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byte类型 就是字节类型的变量了 那我们同样 同样再把它print一下 看看它的结果 OK 那么我们这个 小脚本的这个六行代码 实际上就是做这么几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请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 OK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呢 我们这个classbyte 就是我们刚才 第一个print 我们打印出来的东西 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打印了一下我们这个byte 它的这个类型 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它就是byte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呢之后呢 用我们这个 相当于是byte类型的变量 我们给它转化成字符串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字符串 所以说它就是china 是我们这个字符串 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字符串 然后再把它变成我们的 这个byte类型的变量 所以说我们之后 我们打印了一下 这个byte类型的变量 实际上呢 它呢就是前面加上-b 所以说呢 这个代码呢 就达到了我们相应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这代码呢 也给大家演示完了 就大家已经要记住 我们相互转化呢 是用我们这个incode 和我们这incode 这两个函数 来做到的 OK 那我们这些课的主要知识 就给大家讲完了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简单 很轻松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呢 主要是两部分 然后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的类型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这字符串的类型 现在只有star这一种类型 实际上它呢 是用我们的这个unicode 就是这种变化方式呢 来编码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呢 又给大家讲过了 然后我们这个新增的biz类型 这个biz类型呢 实际上呢 它呢 是我们一种新增的类型 对应于我们 piz2当中的八位串 主播是给它 更规范的分离出来了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和biz类型 相互转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incode的函数 和decode的函数 来做到 随着大家知道 这些知识之后呢 请大家在课下 一定要练习我们这个 新增的biz类型的变量 并和呢 字符串类型的变量的 相互转换 理解一下这两个函数呢 是怎么来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 这节课呢 就讲完了 就给大家讲到这 那么我们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讲 我们的输入和输出 在python3当中 它相关的应用 让大家知道呢 输入去输出 它的主要变化在哪里 好 那我们呢 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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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